刚出生还没满月的小小嫩婴 住在月子中心 但没想到才几天 臀部就出现尿布诊 情况越来越严重 最后红尘了一大片 甚至渗出血水 妈妈气炸 质疑这不是主打专业照顾的月子中心吗 你尿布打开 它那个肉跟血是直接粘在尿上面 他们主打是每天有医生寻法 事实上就是它现在在住院挂点击 通诊时间续 小婴儿上个月26号入住月子中心 两天之后 妈妈先发现小baby的臀部 出现了破皮现象 后续也有不断排泄情况 一直到9月3号 月子中心通知父母婴孩需要就医 结果一进医院 医生认为需要住院打点滴 妈妈指控当初就是看中这家月子中心 有医师级专业性 结果误了孩子的就医时机 不能接受吗 因为我们去月子中心就是想说 当初一团小孩就很脆弱 不然我们交给专业的顾 可是他们一点都不专业 当时妈妈说位于彰化市 有医院体系背景的月子中心 网络评价高达4.9颗星 事后发现对方会删除不利的评价 现在并不想要求偿 只希望借由自身经验 提醒新生儿父母胜选产后护理之家 对此遭控月子中心出面为应 我们也没有用了什么抗生素 也没有什么药物 只是改变了一些牛奶的配方了以后 其实他这个方针就改善了 院方说明女婴血便的体检报告 出炉后会组团队治疗 请家长不用担心 不过出生才13天的小小身体 必须承受打针痛苦 看在父母眼中不只担忧 更是加倍心疼 赛地新闻许书伟 张华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